郭老师 现在好 期待上一次达姨看到那时候 你说可以来继续学习 来破除解除心里边的这些仗义吧 那这次又来学习了 我是这个郭格班的 郭干班的学员 来自唐山的王凤鸣 我就是今天学习这个 老子这个修心 行道的这个核心 这个志须及守进度 然后那也讲到 书里边也提到要放假 就是两个放假吧 两个自我 一个是放假自我的这个习性的思维 还有这种习性的推理 因为这个几乎陪伴了我们 所有的生命的过程 然后第二个放下这种习性的冲动 我觉得这两个真的放下很难 那放下这两个很难的这种习性 就是好像也不光是一生俱来的啊 因为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 你听他的哭声 那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所以说虽然不相信有前世好多人 但是生下来这些习性 好像一点一点的随着你生命 这些进程它演化到一定的阶段 就跟你的生命一样 好像很难很难去掉 那放下这两个自我 然后要拿起我们一颗清静鲜活的心灵 来体会支撑我们生命的这些元素 那在学校这几天 也用这些用餐的 送读的 静坐的 光呼吸的 因为下午院长来 特别盯住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就是他说让我们练习 就是用头脑 还有用心灵 这种不同的开发你的明觉 就这一块我有一点困惑 我想举个例子 不知道请教一下郭老师 我这种是不是两种这种 在算不算这种体悟啊 就是说因为我们那块一直在下雨嘛 早期我在气象公园散步的时候 我就发现 这些蚯蚓怎么这么多 就是在路面上 就是这种四分五裂的 肢力破解的一节一节的蚯蚓 它也在往上拱 就是很难受的 因为七只车子 我的轮椅车 我就不知道从哪走好 因为到处就是 平常没看到这么多的蚯蚓 就这么的四分五裂的尸体 就在地面上 你看到还在拱 我就找到一个荒野工人 我就问他为什么 他说没办法 因为雨水太多了 他要从那个下边的雨水太多 他要拱出来 就是说我这样在做的时候 就是我真的 我就是每天早上要从那个公园 要散步走出去上班 但是就因为这个蚯蚓出来 我心里边就不愿意走那条道了 就要绕很远 我觉得如果是 是不是 每次你要遇到事情 遇到这些 这些 利源 这个 这些对境出来的时候 你怎么来拿 这种 你感受这种生命 同体感的这种 这种慈悲心 让他 这种爱心出来之后 你是不是对这个出来的这个事 这个人 你就会少一点点那种对立呢 我另外这种 这种观察大自然来体会大自然 那是不是 就是所谓的不用头脑 用心灵来体会呢 我就想把这个用头脑 给用心灵 想找到一个实证实修的 特别明确的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表达了 对不对 请郭老师指教 好 你们可以有机会看看那个 有道 他的言行举止 谈话 现阶段 都是从心灵 自然流露出来 都是从心灵自然流露出来 喜悦特别多 快乐特别多 那大人呢 现在一般的大人 我不是讲全部 现在一般的大人 大部分都是从头脑出来 都是从头脑出来 所以 很多人 已经不知道说 什么是从清净心灵流露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你们有时间 就是要练习 要开发 你要了解 一般人 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是用大脑在思维 在运作 用自我在思维 在运作 所以现在 反而你要有时间 让自己可以静得下来 找回我们的 清净的生命 神圣的生命 找回我们的灵德 让我们 维护我们心灵 清净的状态 这反而是要练习 而这种 用心灵来体会 你学习课程的时候 如果 用大脑意识 这是一般的作学问 一般你读到大学 硕士 博士 研究所 一般大部分都是用大脑在运作 但是如果当他遇到研究体上的一些瓶颈的时候 有时候他一直想不出来 没办法突破 好了 那他就想说 放空放松 让自己休息 或是出去奴走 散散心 回归自然 当他真正放空放松的时候 有一些灵感 就跑出来了 那个就是 你减少自我意识干扰 你的清净心灵 它就容易流露出来 所以你越聪明越机灵鬼怪 你又把那个清净的心 你把它封闭的越严重 所以人要学习 回归单纯 真的不要去跟别人耍心机 不要去勾心斗角 有时候你 当你渐渐回归单纯心灵状态的时候 好 有时候你会体会到 哎呀 当要耍 跟别人耍什么心机 你会觉得好累 好假 我编一个故事之后 后面要编一大堆 一连串的故事 好累好辛苦 回归单纯 不是很好吗 所以 这个是要经过一些练习 让我们遗忘遗久的 这个清净的心灵状态 逐渐的唤醒过来 当然 你在练习的过程 就是要让自己练习着 放下大脑意识 不是用眼睛去看 不是用大脑去审判 而是用你的生命 直接去感觉 用你的心灵 直接去感觉 这一种 不是用大脑在思考 回归用心灵 而你的心灵 是活在当下 你的大脑是习惯 活在过去跟未来 所以他研读那些古书经典 他可以背很多的古文古诗经典 出口也可以成章 但是那些都是大脑意识 真正的清净的心灵状态 他是过去他有学习过道德经 略是道德经这样的古文圣典 但是他跟实相 他很容易就连接一体 所以他是用当下清净的生命 去体会老祖宗的那些智慧之言 跟实相是一体 而不是一文解字去解析 所以当你越用清净心灵去理会的时候 你的心是违规越单纯 违规越单纯 然后用心去体会 你才会来到心灵神会 这时候你学习的深度 才会真正的深入 不是在头脑之间 而且你用心灵去体会的时候 你学到了智慧 智慧你就会应用得出来 你学到智慧你就会应用得出来 所以你一样去练习着 现在做什么事 你开始练习着 用大脑在运作 跟用心灵在运作 有什么不一样 就像你在学习 或是现在在听我讲话 你一样练习着 用大脑在听 跟用心灵在听 有什么不一样 还有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你一样练习着 我用大脑在讲话 跟用心灵在讲话 有什么不一样 像我现在跟你们讲话 都是从心灵里面流露出来 如果我用大脑在讲话的话 我就要讲一句话 然后就 因为他头脑里面 就在那里思考 我下一句要挤出什么 或是背着稿 背稿 然后在那里 各位亲爱的家人 你们大家好 尊敬的贵宾 你们大家好 我很感恩你们 你们好伟大 嘴巴讲 但是心灵里面 却没有那些表情 没有那些实际的感受 变成就像一个机器 在那里播放 那是大脑在运作 大脑它可以收集很多的资料 然后可以播出来 但是就像电脑的记忆体 它存入很多资料 然后播出来 但是这里面没有温度 对不对 所以这方面也希望大家 不管是现场朋友 现场家人 还有我们网络上的 全世界的家人 我希望大家要去练习 不要小看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关键 生命要净化 要提升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关键 我们怎样去分辨出 用大脑在思维 在运作 还有用心灵 在感受 在体悟 学习也是一样 用大脑在学习 在做学问 还是用心灵 在体会 在学智慧 这个都不一样 我们讲话也是一样 要练习着 用心灵来讲话 你一样要去对比 我用大脑在讲话 跟用心灵在讲话 有什么不一样 我用大脑在听 跟用心灵在听 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需要大家去多练习 你只要多练习几次 你就会体会到 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